万万没想到 第一次跟女友父母见面 就被嘲笑是穷鬼 我给爸妈打电话诉苦 他们也跟着笑话我 你姐姐是顶级明星 影视歌唱双七王者 你哥哥也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市值蒸蒸日上 就你没个屁用 找个对象都能看走眼 乖乖回来继承我们的亿万家产吧 跟女友父母第一次见面 他们就提出了嫁女条件 1.彩礼100万 2.要有一套100多坪的房子 3.要有一辆BBA的车子 4.要给未来大舅子准备一套100多坪的房子 而且要在市中心 5.要有编制的工作 父母双亡 家里没有兄弟姐妹 这五个条件前 四条我都能办到 只是这第五条 我真心办不到 女友小丽跟我说 这已经是她父母的底线 她父母国企双职工 结交的圈子也都是国企人员 大家条件都差不多 她的闺蜜 甚至邻居条件都不如她 但是嫁得比她好多了 看我不说话 她仨着娇说 亲爱的 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 你总不忍心 我被其他女孩比下去吧 我也想不顾父母反对跟你私奔 可是那样的话 我就得不到父母的祝福 得不到父母祝福的婚姻 是不会幸福的 亲爱的 你不会让我不幸福的 对吧 你回去跟你爸妈商量商量 看看能不能凑出来 我要是信了她的话 那我就是脑子有坑 虽然我是富二代 但并不带我就是有钱人傻素来 我哪有父母 你爸妈不是要求父母双亡吗 小丽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的 小丽收了笑容 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一支香烟 点上 吸了一口后 涂了几个烟圈 卫星 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这个社会是现实的 友情饮水宝是行不通的 事实证明 坐在宝马里哭 远比坐在自行车校的女孩 更能得到幸福 如果你满足不了这些条件 我就只能对你说声抱歉了 那我们可能就是有缘无分吧 好一个有缘无分 小丽是我大学同学 恋爱期间 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都没有探究过 对方家人的情况 大学一毕业 我就想着把她带回家 给她介绍下我的家庭成员 和家庭情况 哪知道 她先把我带回了家 更不知道 第一次见面 准月父母就提了这五个条件 更没想到 小丽也对这些条件丝毫不让 我一直以为的校园纯洁爱情 就这样在我面前轰然崩塌 回家后 我跟父母和哥哥姐姐 说了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我哥为阳都气笑了 卫星 你这个准月父母提的前四个条件 虽然很过分 但我们家也不是不能满足 钱能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这第五个条件 就着实过分了 我们全家都没有编制 这个想想办法 我们也能搞定 但 皱着我们死绝的亲家 我们卫家 还是有些高攀不起的 听哥一句话 分了吧 卫月摆弄着刚做的美甲 小弟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 跟姐说 爸妈没对此事发表意见 但对卫阳和卫月嘱咐了一句 你们两个要对弟弟多上上心 看看他交了个什么女朋友 晦气 本着好聚好散的原则 我来到了小丽家 敲门的时候 我还想着 跟他来一场正式的分手一事 没想到 门打开后 我却看到 小丽正靠在一个中年外国男子 怀里抽着烟 举止十分亲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小丽的父亲不是他 他也不是混血 而且看这个架势 他们应该也不是第一次见面 我有些发猛 小丽母亲骄傲地告诉我 这位是小丽现在的男朋友莫瑞娜 欧洲二巴尼亚人 是个老师 各种条件都跟我家小丽都很般配 我们也很认可他 这个莫瑞娜在询问小丽我是谁 小丽吐了个烟圈后 回答他 我大学同学 前男友 一个穷鬼 分手了还不死心 天天过来纠缠我 外国男人莫瑞娜 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说着半生不熟的汉语 你前男友还是蛮帅的吗 这时候小丽的哥哥 小亮跑了出来 看了我一眼 鄙视地说了一句话 帅能当饭吃 还不是穷鬼一个 接着向莫瑞娜产笑 哪有妹夫好 血统高贵 品行大方 我爸妈提的条件一口答应 外国男人没有接她话 而是看向怀里的小丽 主要还是宝贝漂亮 值得 小亮立即马屁奉上 欧洲人就是会说话 小丽能嫁给你 真是她的福分啊 妹夫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 送我的那套市中心的房子啊 外国男人吟笑一声 那得看你姐姐了 他们一家人完全无视了我的存在 全都沉浸在 有了个外国亲戚的喜悦当中 此刻 小丽在我心中彻底地翻篇了 我也很庆幸 没有跟他们一家人结亲 我善意地提醒了一下 阿尔巴尼亚在欧洲属于很穷的国家 你们还是得注意下 我言下之意是 让他们注意 别上当受骗了 赔了夫人又折兵 小丽母亲双手掐腰 面带不屑 欧洲再穷 也比你有钱 你这个癞蛤蟆 别想吃天鹅肉 你赶紧给我滚 要不然 她话还没说完 小亮就猛地冲上来 伸手要打我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这小子就上蹿下跳的 看在小丽的面子上 我忍了 现在 我可就不惯着她 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向她身后一扭 再使劲一按 小亮便扑通一声 跪在我面前 小亮立刻哀嚎起来 你敢打我哥 小丽蹭的一下 从外国男人 怀里站了起来 愤怒地冲向我 她父母也向我冲来 我赶紧溜之大吉 背后 还想着小丽的声音 卫星 我跟你没完 我姐给介绍了一个姑娘 叫孟倩 大二学生 是她的学妹 我约她下午两点 在她大学附近的咖啡店见面 提前十分钟 我到了地方 点了一杯卡布奇诺 一杯马奇亚朵 还有一杯橙汁 大约五分钟的时候 我给孟倩发了桌位号 就在我等候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道 非常非常不和谐的声音 卫星 你怎么在这里 这声音不用听 我就知道是小丽 我抬头望去 她正靠在她那个 外国中年男友身上 不知为何 她找了个外国人之后 总觉得特别骄傲神器 一副小人得志 趾高气扬的样子 我懒得跟这种牧羊犬 一般见识 略发怀疑自己当初的眼神 小丽面带厌恶 卫星 想不到你既然堕落至此 都学会跟踪了 无论你怎么纠缠我 我们都没有可能了 以前我们身份一致 是同学 是情侣 但从现在起 你我之间的身份 差距甚远 现在这个社会 像你这样不思进取的人 是没有未来 更不会有女朋友的 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你之前对我哥动手的事情 我既往不救了 但请你现在 立刻 马上从我眼前消失 她说到最后 竟然有些大意凛然的味道 我不知道 她从哪里看出来 我不思进取 但我知道 她的进取是 找个老外男朋友 挥了挥手 刚要让他们滚蛋 别打扰我 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句 对不起 麻烦你让让 你挡到了 小丽下意识地 让了让位置 一个穿着一双白色的板鞋 身穿牛仔背带裤 白色小衫打底 头戴黑色小礼帽 长长的绣发拢在帽子下 五官精致可爱的女生 走了过来 然后落落大方地 坐到了我的对面 她看了下时间 我没有迟到 是你早到了 我刚要说话 又被小丽打断 卫星 她是谁 新女友吗 小丽先是打量了她一番 眼神中露出极度的神色 然后仿佛桌奸成功的模样 嘴里还不忘发起攻击 怪不得你分手分得那么痛快 原来是早就找好下架了 你个渣男 呸 我闪身躲过她喷来的浓潭 目光扫过周围的吃瓜群众 又看向她 不耐烦地说 对不起 你父母开价太高 我给不起 区区几百万你都给不起 就是一个穷婊丝 还结什么婚 小丽一边说着 一边又靠上了外国男友 还是我家亲爱的好 有钱又大方 这句话一出 我就知道 小丽要犯重怒了 吃瓜群众 纷纷表达了对她的不满 咖啡店里的工作人员 走到小丽面前 女士您好 由于您刚才发表的不当言论 严重伤害了顾客的感情 所以请您离开这个店 小丽先是有些尴尬 后来有些疑惑 接着变成了愤怒 仿佛她完全不明白 自己的言论有什么不当 我男朋友是外国人 外国人你懂不懂 你不能驱赶我们 你们老板呢 我要找你们老板 工作人员躲闪着她的飞沫 这就是我们老板的意思 她中年男友也加入进来 我要见你们老板 你这是侵犯我的人权 工作人员做了个请的手势 还请两位配合 小丽和莫瑞娜 一副完全我是高等人 我就不配合的样子 这时 坐在我对面的姑娘站了起来 晃了下手机 语气冰冷地说 莫瑞娜老师 我全程都录了相 麻烦您管一下您的女朋友 您也不想我把视频 发到学校群里吧 你是A大的学生 我记住你了 莫瑞娜脸色变得有些铁青 说完了狠话 便制住了还在叫嚷的小丽 拉着她走了出去 这位年轻漂亮姑娘笑了一下 表情的不屑一闪而过 她对工作人员说 小夏 刚才表现得很好 这个月给你加奖金 谢谢老板 工作人员说完后 开心地跑开了 她大方地向我伸出右手 你好 我是孟倩 我和孟倩聊得还算投机 她跟我性格相似 孤傲 高冷 我们适合做朋友 但不适合做恋人 更何况 她对我坦言 她有喜欢的人了 而我 也不想随便将就 更不是海王 我们互加了微信后 就各自离开了 有时候 越不想碰见一个人 就总是碰到 这不 我在停车场又碰见了小丽 以及她的中年男朋友 小丽挽着莫瑞娜的胳膊 一副鄙视的表情 卫星 你还说 不是在跟踪我 你不陪你的小女朋友了 没想到玩得挺花呀 老牛吃嫩草 也只有没踏入社会的穷学生 才会跟你谈恋爱吧 我反唇相机 莫瑞娜叔说 你女朋友说 你老 莫瑞娜的脸色更加铁青了 看着我阴阴地说 你女朋友是 我们学校的学生吗 你可要看好她 我一定会让她好看的 我冷笑一声 我有情提醒你们两个一句 现在不是大清 外国人在我国 没有特殊优待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 到了我们国家 就应该遵守我们国家的法律 那些在自己国家 混得不好的外国老 在我们国家也一样的 莫瑞娜 我很期待我们的第三次见面 莫瑞娜仿佛被踩了尾巴的野狗 如果不是顾忌年龄差和身高差 我相信 她肯定会冲上来动手 小丽一边小声劝慰着她 一边对我展开打击报复 卫星 没有本事的人才会成口头之力 我和莫瑞娜不跟你一般见识 我要坐着豪车先走了 我看了一眼 停在一边的宝马三系 笑了笑 对啊 所以之前我也不爱打理你们 说完 摁了下车钥匙 不远处的黑色大具 亮起了车灯 闪下了小丽的双眼 回家后 小丽不断地给我发信息 卫星 你开的大具是你的还是租的 我不耐烦地回了一句 正如你所想的那样 是租的 说完 便拉黑了 然后 就把莫瑞娜的照片和姓名 发给了卫阳 让她帮忙查一下这个人的资料 包括在国外的 卫阳的商业帝国 横跨IT 科技 贸易 和医疗应由等领域 我把事情跟她简单地讲了下 让她顺便帮忙查下莫瑞娜资料 莫瑞娜想对付孟茜 而孟茜是我朋友 而且还仗义帮我 这事情我不能不管 一个小时后 卫阳将莫瑞娜的资料发给了我 这个外国佬在国外有老婆 不过欠了一屁股债 跑到国内 靠着吹嘘 都混到大学当老师了 小店 你想怎么对付他 大哥都配合你 不过 爸妈的家族企业 明星集团 就得你去继承了 当初爸妈可是跟咱们说好了的 谁要是自己做的不称职 你不回去继承千亿资产 谁去 在我哥一番说教 间威胁下 我只好任命的 去家族企业上班 我去明星集团上班了 不过是从基层做起 目前是一个小行政 小丽也不知道 从谁哪儿得到这个消息 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 好好地嘲讽一番 卫星 你终于认清现实了 恭喜 我一定会去你们公司看望你的 我回了一句 有病 然后挂了 顺便将她电话拉黑 我们兄弟姐妹三个 哥哥姐姐 他们都有自己成功的事业 只有我一个人 应受她牵连 无奈回家继承家族企业 本来就很难受 用得着她来嘲讽 在一次公司活动中 我在员工名单上 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名 卢小亮 还是业务部门的一个小组长 经过照片比对 我确定了 这就是小丽的哥哥小亮 我终于知道了 小丽从哪儿知道了我的入职信息 这还真是冤家入宅啊 我看着她的名字笑了 这次公司活动 是对老客户的一个答谢会 卢小亮作为业务骨干 在人群中游来游去 笑得很放肆 倒也显得有几分本领 我有些好奇 就假装路过 突然听到了 她好像在光明正大的 出卖公司机密信息 我一时有些不敢相信 她竟然假借大笑 掩盖出售公司的真实意图 她的胆子 怎么这么大 看到我停下 她静止走了过来 嘴唇扬起讥笑 哎哟哟 这不是我的前妹夫吗 今天怎么这么老实啊 你以前不是很凶的吗 上次你还要打我呢 现在我站在这里 你怎么不打了呢 面对她的讥讽 我冷冷回她 请不要影响我的工作 影响你的工作又如何 一个小小的行政罢了 你知不知道 整个公司 都是靠我们业务部养活的 你们行政就是服务 我们业务部的 知道吗 我爸是苦哈哈出身 当初靠着吃苦耐劳 顽强拼搏了十几年 才将公司做大做强 每一个部门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她明确规定 公司里不允许出现 某个部门 骄傲欺压其他部门的事情 我也不会允许 有人无视我爸的规定 于是很不客气地对了上去 公司各个部门都是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而且 没有兄弟部门的支持 业务部也很难顺利扩展业务 我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讲这样的话 含了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的心 小亮完全没想到 会被我教训一顿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你竟然敢这样教训我 你以为你是谁啊 是公司老板 还是公司太子爷 你信不信 我一个电话 就让你从这个公司滚出去 他歪打正着 竟然说对了我的身份 但这场游戏 我还不想这么快结束 小亮敢如此光明正大的 售卖公司机密信息 肯定是有所依靠 我要找出他背后的这张大网 我眯了下眼睛 采取激将法 你甭管我是谁 只要你违反你了 公司的红线规定 我都有权制止你 你要有本事 就真的把我开除 我仗红了脸 眼睛闪烁着正义的光芒 把一个出出茅庐的热血年轻人 演绎的唯妙唯笑 小亮嘖嘖了几声 用轻蔑的眼神看向我 真是一个正义热血的年轻人啊 我都忍不住地想给你鼓掌了 可惜 你永远不知道 这个社会有多残酷 你等着吧 等你被开除的时候 我再把小丽喊过来 给你庆祝一番 说完 就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离开了 活动结束后 我被主管销货 喊到了会议室 与他在一起的 还有一位仁世部的同事林康 我心下大喜 看来卢小亮真的经不起刺解 这么快 就喊背后的人来惩罚我了 主管好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主管的表情很严肃 指着人事林康说 人事部认为 你的一些行为过限 想要找你了解下情况 林康顶着一张扑克脸 面无表情地问我 业务部组长卢小亮向我们投诉 你在公司活动期间 玩忽职守 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名声和利益 我配合着他 上演一副愣投青的角色 这不可能 我在这次公司活动中 一直尽职尽责 不存在玩忽职守的情况 是卢小亮说了 蔑氏我们职能部门的话 被我制止 他怀恨在心 趁机诬告我的 萧主管眉头皱了下 他问 卫星 他说了什么话 我想都不想 脱口而出 他说业务部养活了整个公司 其他部门都是垃圾 就应该把他们业务部当代言供着 此话一出 主管和林康脸色都有些不好看 这类话 他们倒不是第一次听 只是以前只是业务部内部讨论 这是第一次听到 业务部门直接对职能部门说 这样的话 萧主管接过话 林康 卫星是这次活动的主要工作人员 他几乎可以说是第一个会场 最后一个离开会场的员工 如果说这样的员工还玩乎值守 那我这个主管 是不是也是不称职的 林康的脸色变了又变 最后说道 这样吧 我把卢小亮以及业务经理喊过来 咱们大家一起沟通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误会 主管见我没有意义 就点头答应了林康的请求 没多一会儿 卢小亮和他的领导也到了会议室 以及林康的领导人是主管 林康简单地把事情说了一下 业务经理问我 你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卢小亮说了这些话吗 我将本色出演的愣头青 发挥的淋漓尽致 卢小亮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我玩乎值守吗 大家把目光看向卢小亮 卢小亮一副早知道 你们会这样问的样子 我们组的业务人员都可以作证 我继续刚 你们组的人 当然站在你那边一起诬陷我 我们业务经理也可以作证 他是你的直接领导人 得避嫌 不能作证 人事主管跳了出来 卫星 我作证的话 不知道需不需要避嫌 我一副世道临头 硬刚到底的样子 您是裁判员 避嫌不避嫌 您自己说了算 一直没有说话的萧主管 见我眼圈微红 忍不住为我说话 作为他的直属领导 我认为 卫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如果各位觉得有问题 就拿出证据 不要用这种莫须有的事情来 我感激的冲主管笑笑 这些人中 他是唯一还有正义感的人了 其他要么是拉帮结派 要么是墙头草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萧主管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如果他们 没有足够的证据 这事儿我会一直应当到底 反正我一个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业务经理笑呵呵的说 你们00后啊 是真的不服管教 今天我就给你上一堂社会课 人事主管一副头大的样子 卫星 既然这样 那我们先暂停你的职位 调查一下 也好还你公道 如何 我点了点头 知道他们 是想利用这几天 想方法给我罗列更大的罪名 好把我彻底开除 但这样一来 他们需要动用更大的力量 来做此事 我很期待 人事主管又看向销货主管 销主管 你也没什么意见吧 销主管看了看我 没说什么话 就这样 我被停职了 我刚回家 就收到了魏月的电话 我姐劈头盖脸一顿教训 听说你小子 刚刚搅混了半个业务部和人事部 姐 你有事说是 不用找什么开场白的 嘿嘿 果然什么事 都瞒不过你这个傻小子 我姐嘿嘿一笑 爸妈都说 你是我们三个人中最傻的 其实 你是我们三人中最聪明的 看似做事 傻乎乎的横冲直撞 实际上每一步都有深意 你这次同意接手爸妈的公司 肯定也有其他想法吧 我使出了杀手剪三件套 装傻冲楞加撒娇 姐 你就别问了 爸妈授权我可以做任何事情的 我姐果然举手投降 不再过问此事 今晚是姐在今年的最后一场演唱会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需要你帮忙配合 你给我打扮得帅气一点 票我已经安排人给你送过去了 算计这时间 你也快收到了 就这样 说完就立刻挂了电话 完全不给我反悔的机会 这边刚挂了电话 就马上收到了小丽的电话 来自一个陌生手机号 听说 你刚工作没多久 就被公司开除了 即使外面的风那么大 都闪不了 他那根散发垃圾话的口条 真是恭喜恭喜啊 像你这样的穷人 注定是社会的垃圾 一事无成 你知道我现在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的吗 吃喝玩乐 根本不需要工作 我今晚就要去看卫月的演唱会 卫月你知道是谁吧 国内顶级明星 影视演唱双七王者 说起来 你们名字只有一字之差 这待遇却有天地之别 这票 还是我家亲爱的给我买的呢 想到他所谓的高贵血统 外国老男友 我就忍不住想笑 到时候 莫瑞娜所有为他的消费 都会追缴回来 说实话 我有些期待 这可能 是他最后无忧无虑的时光了 那祝你玩得愉快 我这可不是蓄意抱负 是你故意将脸送过来 让我打的 十分钟后 我拿到了演唱会的门票 还是第一排的VIP票 我喊造型师 给我简单做了个造型 然后开车直奔演唱会地点 把车停好后 演唱会门口 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魏悦从小就长得漂亮 不但成绩好 还能歌善舞 一直都是家长眼中的榜样 北影毕业后 他很干脆地拒绝了爸妈的安排 一腔热血 投入到演艺圈 仅仅三年 就成为顶级人气明星 影视和歌唱双七王者 卫星 你真的追过来了 我循着声音找了半天 才在长长的队伍中 看到了小丽 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发现我的 这真是 迫不及待地把脸伸过来了 盛情难却 我就小小地打一下吧 小丽目光有些复杂 竟然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尖酸刻薄 反而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你这又是何苦呢 你马上就要失业了 现在又买这张票 你还能剩多少钱 我就看不上你这种没有打算 还不上镜的样子 我笑了笑 你说得对 我就是这种不上镜的人 说完 我越过长长的队伍 跟工作人员打了个招呼 从特殊通道走了进去 又收到了小丽的无数电话和信息 我统一没看 是我姐 几个小时下来 唱 跳 笑 现场各种互动 唱起歌来 竟然没有受到半分影响 气息吻如老狗 演唱会很成功 现场的欢呼声 一浪高过一浪 魏悦在唱完最后一首歌的时候 向现场所有的观众俱乐宫 答谢粉丝的支持 然后向台下的我挑了下眉 我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 我知道外界很多人 都很关注我的家庭情况 所以今天就先向大家 介绍一下我的弟弟 魏欣 接着 我在大屏幕上 看到了自己的脸 嗯 就很帅 台下的女粉丝 想起了一阵欢呼 哇 好帅 魏悦继续说 我这个弟弟 傻傻憨憨的 大学谈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 毕业就被甩了 天天茶不思饭不想 唯米不振 看得我万分心疼 因此我才在这里 用这种方式 向关注我的人介绍下他 有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找我索要他的资料呀 他的话刚说完 台下就有女粉丝高声呼喊 姐 替我看住我老公 我一会儿就带他回家 我是真的活了 一时之间 锦号魏悦的弟弟 魏心锦号上了各种热搜 网友们还热心地吃起了瓜 魏心这么帅 还有个这么厉害的姐姐 为什么会失恋 猜一猜帅气的魏心 为什么会被前女友甩 我赌十包辣条 魏心前女友不知道 她的姐姐叫魏悦 我拿前男友的十年寿命做赌注 魏心前女友 现在肯定后悔万分 我拿前男友短三厘米做赌注 魏心前女友 现在疯狂地给她打电话道歉 楼上的 为什么只赌三厘米 同情五楼 同情五楼 楼上加一 网友还真是神通广大 此时 小丽正疯狂地 用各种号码给我打电话 我接了一个是小丽的声音 再接一个 还是小丽的声音 我无奈地对她说 别问了 爱过 现在不爱了 小丽冷了一下 接着继续说 魏悦真的是你姐姐 你昨天应该在现场看到了吧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也没问呀 小丽又来了脾气 我不问 你就不告诉我 毕业的时候 我原本打算告诉你 不过后来 看到你家的条件 我就放弃了 你明明能满足这些条件 为什么不答应 你就是一个渣男 我冷笑一声 别抬举我了 我要是无父无母 没有兄弟姐妹 我就是一个穷光蛋 配不上你的 小丽画风一转 魏星 我长得也不差 想进军演艺圈 让你姐帮帮忙呗 我明知故问 你想进演艺圈就想呗 关我姐什么事 为什么要帮你 凭我们之前的关系 让你姐姐多少帮我一下吗 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有 那就是你诅咒我 全家死光光的敌对关系 这关系 你好意思让我姐帮你 说完 我就重重地挂了电话 心里吐出一口浊气 畅快无比 小丽也火了 她火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我 一方面原因 是因为她的父母 因为我的原因 她被扒出了我 前女友的身份 她原本还想着 趁着这点热度 大秀不靠男人的 独立女性人设 赶紧吸一群粉丝 不料 却被神通广大的网友 挖出了她的家庭成员 以及过往经历 我看了下网友的科普 不禁为她父母扎实的演技点赞 小丽的父母 根本不是什么双国企职工 不过早期给国企 看过大门 和自行车场 失业后 她父母靠着日常碰瓷赚钱 凭着精湛的演技 以及被碰瓷者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他们两个倒 也把家庭的生活 提升了几个档次 不过有一次 碰到了一个愣头亲 一个大学生 好心把她母亲扶起来后 她母亲就咬定 是大学生碰到的她 她父亲赶来后 也加入了 指责大学生的队伍 大学生也是血气方刚 面对这种无理取闹 奔将仇报的行为 就硬刚到底 不但大胆为自己辩解 还广洒求助 寻求当天的目击者和证据 就这样 在三天之后 一个路人站了出来 并且还带来了事件的录像 原来 路人曾经也被碰瓷过 所以每次见到有人助人为乐 就习惯地会帮其录像 并保留半年之久 这次 也是路人刚刚发现传单 就立刻联系了大学生 最后在证人 以及证据面前 警察叔叔严厉地批评了他父母 并且让他们向大学生道歉 但大学生拒绝接受道歉 除非当着新闻媒体的面 否则就请赔偿他的名誉损失 和精神损失一万元 平时都是别人往他们口袋里放钱 哪有他们往别人口袋里放钱的道理 所以 小丽父母既不当着新闻媒体道歉 也不赔偿一万元的精神损失 和名誉损失费 然后 就被列入了老赖 这下我能理解 当初小丽介绍我是一个愣头青史 小赖父母就这样被骂上了热搜 他父母在查看网友留言的时候 一时不慎 双双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进了医院 正所谓 无巧不成书 他父母被从担架上抬进去的时候 我正在医院里 看望大学摄友 这家伙踢足球的时候 不小心锤骨骨折 这个医院正好是骨科最好的医院 因此 排队的人特别多 好多病人都没有床位 都在走廊的临时床位上候着 非常的不方便 我给魏阳打了个电话 魏阳说 隔壁医院治疗骨科也是一决 而且恰好跟他公司有合作 让我等一会儿 然后 十分钟左右 魏阳告诉我 已经安排好了 让我直接带着人过去就行 我带着摄友过去后 院方果然在最短的时间内 给安排了床位 以及手术时间 摄友的父母对我千恩万谢 摄友就跟我简单地说了声线 他知道 我不想因为彼此之间的身份 就让这层纯洁的摄友关系变位 这也是 我跟他关系很好的原因之一 就在我们两个人 在畅聊其他摄友和同学发展和现状的时候 小丽找了过来 她倒是不客气 上来直接就吩咐 卫星 你给我父母安排一下床位和手术吧 我还没回答 摄友就替我开火了 小丽 我们全摄友都被你骗了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你装得楚楚可怜 对卫星更是死缠烂打 非他不嫁 让我们一众摄友都大受感动 我们拼命给你创造机会 这才让你追上了卫星 恋爱期间 你仗着卫星的专情和宠爱 对他15克6的 没想到你大学一毕业 就攀上了一个老外 甩了卫星 现在你还好意思过来移植气势 我就问你 你哪来的脸 事实证明 小丽还是要脸的 因为她被摄友骂跑了 开心 几天后 我接到了萧主管和人事主管的电话 萧主管语气惆怅的 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人事主管则语气欢快地告诉我 事情查清楚了 还大家一个公道 我则满怀期待地回到了公司 因为一切都要结束了 在大会议室里 做了不少人 包括人事主管 林康 卢小亮 业务经理 业务部副总副总 萧主管 以及我 人事主管当众宣布结果 经过调查组紧急调研 我们发现 卫星在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 例如工作不积极 工作时间存在默余情况 外出拿快递和外卖 更是浏览过 除了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信息 这些情况 我们查证并有足够多的证据证实 并且造谣重伤同事 引起公司内部矛盾 影响极其恶劣 现在给予开除处理 除了萧主管和林康 其他人都面带讥笑 仿佛嘲笑一个 蝼蚁的自不量力 卢小亮更是得意忘形 对着我无声地说着 你小子还是太嫩了 说让你滚蛋 就是让你滚蛋 我扫尸一圈 心下明白 简单地翻了下所谓的证据 都是我工作时间出去拿快递 以及上厕所的证据 这几天我也没闲着 恰好也拿到了一些证据 我一边笑着 一边点开了手机里的视频 卢总 你把这么机密的信息告诉我们 旭日 就不怕抢了你的业务吗 这是陌生人的声音 我只是一个打工的 累死累活做成一单 也就万把块的提成 给了你 我至少能拿十个 再说了 我们鼎盛 家大业大 不差这点钱 这是卢小亮的声音 陌生人 卢总这样干 不怕被同事或者公司发现吗 卢小亮 我们同事有一半都这么干 不照样没被发现吗 当然 出了这个门 我可是什么都没说了 我摁下了暂停 看向众人 卢小亮脸色大变 你血口喷人 你这声音是合成的 是假的 这明明是录下来的原生视频 怎么会是合成的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澡堂里什么都没法带 怎么可能被录到 刚说出这句话 卢小亮就意识到不对 他惊恐万分 可惜有些晚了 他汗如雨下 先前那种嚣张的气焰 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软啪啪地趴在会议桌上 仿佛一只被打断几辆的野狗 我看向林康 又看向萧霍主管 萧主管 林康 这件事情 你们两人应该可以给我作证吧 萧霍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考虑了半想后 他点了点头 林康则是没有发表意见 人事主管和业务副总 两人交换了下眼色 前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卫星 你这证据十分重要 我怕会有人对你不利 请交给我保管 业务副总也跟着说 这事情无论真假 我都要严查一番 所以 先不要把这视频发出去 请给我点时间处理 我摇了摇头 这事情确实挺严重的 我就不麻烦两位领导了 我已经将相关资料证据 交给了人事部的谭总 以及我的父亲 你已经交给谭总了 这是人事主管的声音 你父亲 这是业务副总的声音 他敏感度要稍高点 你叫卫星 你姐姐是卫月 旭日集团的老总是卫阳 他不会是你哥哥吧 我点了点头 没错 我哥哥是卫阳 副总脸色有些苍白 但人怀着一丝 稀奇的目光看向我 小心求证 你的父亲 该不是卫健国卫总吧 副总 您真是料事如神 您这水平 不去算卦可惜了 副总的脸色 刷得一下子全白了 满脸的肥肉 更是不断地颤抖着 不过 他还是不死心 不断地念叨着 给自己信心 也许只是重名了 正说着 会议室大门被推开了 我爸 我妈 我哥 人事部谭总 以及一杆董事走了进来 我爸坐在主位上 表情郑重且严肃地 通知了会议室的人 集团这些年 损失亏空巨大 设计的相关人员量刑 是足够的 我已经把证据交给警方了 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他一锤定音 锤得在场 除了萧主管和林康 都站立不住 业务副总强撑着 两百多斤的身体 扑腹到我爸面前 嚎啕大哭 魏总 魏总 求求你看在我多年来 任劳任院的份上 饶了我这一回吧 我和我哥急忙拦住 他要抱大腿的冲动 魏阳冷笑着看向他 副总 你可跟任劳任院这个词 差距甚远 这些年 你从公司里少说 这等来的不是你的坦白 而是你更大的贪婪 接着 他又向左右的董事们炫耀 怎么样 我老为虎父无犬子 我家小子不出手则已 亦出手惊人 轻松解决集团 近年来日已亏损严重的问题 董事们也很开心地庆祝 我爸后继友人 公司有救了 小丽的日子 最近很不好过 他的父母 先是被拔出碰瓷和老赖的黑历史 接着又双双住了院 而且 由于诸多历史遗留问题 很难彻底康复 眼看着要终生残疾 接着 他哥哥因为泄露公司机密和经济罪 被抓到牢里 因为涉嫌金额巨大 不但要归还公司相应金额 还要吃上几年牢饭 再然后 他亲爱的外国男友莫瑞娜 被阿尔巴尼亚的高利贷追了过来 阿尔巴尼亚想再次逃跑 却被热心群众给拦住了 他无奈之下 向小丽索要了谈恋爱以来所有的花销 一起承担国外高利贷的怒火 这个臭老外 从一开始就没存着好心 给我转的任何一笔超过一百元以上的钱 都备注着借款 他市中心根本也没有房 他对我哥哥看的那套房子 是租来的 他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穷鬼 而且 他还有老婆 他老婆也跟着过来了 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还上我家大闹一场 那个死鬼佬 现在工作也丢了 还欠了一屁股债 而且 我还得跟着他被追债 我现在无路可去 卫星 求求你原谅我吧 是我以前瞎了眼 不识惊相遇 不知道你才是真正的青年才俊 小丽在我面前哭得梨花待雨 我以前最吃他这一套 可是现在 我最讨厌的也是他这一套 讨厌他用着初恋的姿态 伤害痴情的我 看在你这么惨的份上 我免费告诉你一个消息 你和莫瑞娜的信息 都是我提供给他们的 我没有掩盖 脸上开心的笑容 包括你现在的地址 我刚刚也发给他们了 相信追债人马上就到了 小丽一边咒骂着 一边仓皇逃离 我几乎以全票的资格 通过了董事会的决议 当上了鼎盛集团的董事 并出任集团总经理 助理职务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又约了孟倩出来 不好意思 上次事情将你卷了进来 不过幸好莫瑞娜 没来得及报仇 莫瑞娜在学校里 也没少骚扰女生 不过她能这么快被免职 是由我一部分功劳哦 孟倩笑得很得意 你可能不知道 我家是书香世家 在教育界很有威望的 我端起了咖啡 那祝贺我们 联手打掉了一个 孟倩端起了咖啡 轻轻碰了一下 恭喜